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于是策划了一切 假装被刘青云利用去做卧底 实际上安排好了一切 他要做最后的赢家 流入金融市场变白的黑钱全部进入了张家辉的口袋 他将其中大部分捐献给了他又是成长的少儿医院 也为自己的好兄弟刘青云留了一份 他清楚自己这个始作俑者肯定会被操作这一切的大老虎灭口 于是让好兄弟送了自己一程 制造了一个假死场景 瞒天过海逃过一切 第二个就是刘青云那句 这个计划也想了多久 这种熟悉的口气分明就是在对一个老朋友说话 除了扎扎辉 还会有谁呢 刘青云在花絮采访中也戏称张家辉为扎扎辉 这只玩笑话一里双关 除了张家辉代言网页游戏之外 也是暗指他可能就是那个策划一切的人 第三个就是张家辉的自白 这件事一定要有人死才会玩 但是我没想到要死的那个人会是我 怎么会想不到最后高山滑雪的安排制造死亡现场 不就是早安排好一切吗 拿到了钱成为了赢家 以新的身份带着女儿和老婆重新开始 而他给林嘉欣讲的那个故事 自己的女儿早死了 而老婆也因为女儿和自己分手 这前后的矛盾只能说明 张家辉卷入整件事 早就想好了对策 这部两地以后外加卖装组合的实力港片 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都极具看点 除了张家辉是最后赢家这层反转之外 最后一个镜头 张家辉的无疾而终被女儿推下水 有很有当年银河印象黑色宿命的意味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